大家好,欢迎来到新视野,我是浩天 在9月10号的电视辩论中 川普谈到俄亥俄州斯普林菲尔德镇的海地移民 把当地居民的宠物猫和狗都抓去吃了 当即,川普遭到了ABC主持人大卫·米尔的所谓事实核查 随后这两天,主流媒体都在攻击川普造谣 然而,真实的情况远比川普所说的更严重、更可怕 不过,在说这个话题之前 我们先说下ABC举报人的爆料 9月12号星期四 一个名为Leading Report的X用户发帖说 即将公布ABC新闻举报人的一份宣誓书 揭开ABC新闻如何帮助哈里斯辩论 Leading Report是一个保守派网站 他在帖子中写道 我将公布一番来自ABC新闻举报人 有关这场辩论的宣誓书 我刚刚与举报人的律师签署了一番保密协议 宣誓书说明了哈里斯竞选团队如何获得样板问题 这些问题与辩论期间提出的问题基本相同 并保证会对塔纳的川普进行事实核查 而且他指哈里斯不会受到事实核查 贴文还说 宣誓书还阐述了辩论中存在的其他一些因素 这些因素是卡玛拉在辩论中获得显著的优势 我已经看到并阅读了宣誓书 在律师删除举报人的姓名 和其他可能对举报人进行人肉搜索的咨询后 我将公布完整的宣誓书 这一爆料证实了很多人的猜测 哈里斯不仅事先得到了辩论问题 并且把答案背得广瓜烂熟 而且在辩论期间 主持人将审查川普 不审查他 哈里斯都事先知道 我们在昨天的节目中也提到 哈里斯如果没有事先知道问题 如果没有得到主持人的帮助 他的表现不可能那么完美 川普也不可能出现被动 星期四 川普也转发了这个帖子 对于这场明显不公正的辩论 连克林顿的前高级顾问 马克·佩恩 谴责美国广播公司ABC 操纵了这场辩论 并呼吁对ABC进行内部调查 有意思的是 在辩论之后 哈里斯的老乡 加州州长加文·纽森妻子的 亿万富翁亲戚 准备为川普举办一场大型筹款活动 汤姆·西贝尔是一位亿万富翁软件开发者 也是他自己的企业 人工智能软件公司C3的首席执行官 她是纽森妻子 珍妮弗·西贝尔纽森的远房表情 星期五 西贝尔夫妇 汤姆和斯泰西西贝尔为川普举办的筹款活动 将在湾区武德赛德社区举行 报道说 门票起价为3300美元 但每人最高可达25万美元 汤姆·西贝尔已经为川普2024年的竞选 以及支持共和党候选人 捐赠了数十万美元 下面我们来看看 川普在辩论中提到的俄亥俄州 斯普林·菲尔德那里的海地移民 吃掉当地人宠物的事情 在电视辩论之后 斯普林·菲尔德在最近几天 连续成为媒体报道争论的焦点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海地移民给他们带去了什么样的困境 斯普林·菲尔德隶属克拉克县 位于俄亥俄州东南部 人口只有58000人 是一个民主党城市 就这样一个小镇 在过去四年里 竟然涌入了大约2万名海地移民 有些媒体报道说 15000人 但该州前州议员 凯尔·科勒说 截止到8月底 当地一个政府服务部门登记的海地移民人数 已经超过了2万人 也就是说 走在街上 在三个人中 就有一个不说英语 来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 这个小镇将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城镇呢 让我们先看看 究竟有没有海地移民 吃人家的宠物 就在上个月 在斯普林菲尔德市议会上 一名28岁的居民发言说 海地移民在当地公园 斩首鸭子 然后带回家吃掉 该男子 砍求市议会控制移民 网上有一段音频 使斯普林菲尔德的一名男子 打电话给警察调度员 报警 有四名海地人抓了鹅跑了 9月11日 俄亥俄州总检察长 大夫约斯特 在X上 证实了这个电话录音 目击者看到了一名 捕捉鹅作为食物 这些市民 愿意去市议会作证 这些目击者 在法庭上 会是合格的证人 约斯特还问道 为什么媒体会认为 市政丁的新闻稿 是更好的证据 他附上了 斯普林菲尔德 城市经理的视频声明 原来 这名官员 把移民吃宠物 吃公园的鹅 说成是谣言 此外 网上还流传着 斯普林菲尔德 脸书群组中 有人发帖 称朋友的猫失踪了 有人看到猫被吊起来 在海地移民的院子里 被宰杀 但主流媒体 否认了这一说法 声称没有找到证据 难道把猫肉吃了 找不到骨头 就算没有证据吗 9月12号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 伊隆马斯克 发出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的一名女子 是在美国出生的 第二代海地人 她说 她的父亲 在上世纪60年代 还是十几岁时 跟随父母移民到美国 她的父亲曾经告诉她 海地人确实吃猫 有两个目的 一是为了生存 那里太穷了 二是 作为当地乌教的宗教祭祀 换句话说 来到斯布林菲尔德的海地人 要吃猫肉 对他们来说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至于美国人 通常都非常爱护宠物 存在文化差异 但是 这些人将别人家的猫 抓走吃了 那就不只是文化差异的问题了 而是道德和犯罪问题了 然而 宽劳这个小镇居民的 远不止宠物被吃掉 而这才是主流媒体 要掩盖的真正情况 9月12号 斯布林菲尔德的一名居民 丹安娜·丹尼尔斯 告诉福克斯新闻 在这个小镇上 海地移民激增 敲响了警钟 警告这个小镇 就像一场反乌托邦噩梦 因为它难以为纳税人 提供基本资源 丹尼尔斯 描述了近几年来的生活状况 上万名海地人 被运送到他们小镇 导致住房和医疗保健 等资源匮乏 同时也对公共安全 产生了影响 他说 这就像生活在 反乌托邦的噩梦中 你希望一觉醒来 又到了2019年 然后你意识到 已经是2024年了 日复一日 一遍又一遍地 重复着同样的事情 丹尼尔斯说 这个小镇上 都是工人家庭 他们依靠政府提供的 社会服务 比如医疗保健 当地的社区健康中心 有些依靠领取政府福利 去排队等候 但往往没有获得所需的服务 当川普在辩论中提到 斯普林菲尔德后 这个小镇成为媒体的焦点 丹尼尔斯有些感慨 他们需要帮助已经好几年了 需要等到有了辩论中提到了这件事 媒体才聚焦他们 丹尼尔斯希望 他们这次能得到帮助 就在辩论后的第二天 俄亥俄州共和党建设派州长 麦克·德温宣布 对斯普林菲尔德提供新的州政府支持 由于过去几年 成千上万的海地移民涌入 斯普林菲尔德的医疗保健 和公共安全系统面临巨大的压力 德温派遣该州高速公路巡逻队 去支持当地警察局的交通执法 因为海地移民无视交通规则 造成车祸大增 就在川普与哈里斯辩论当天 在该小镇的市议会上 一名女士悲伤地讲述了 她母亲的不幸遭遇 这名女士的母亲今年71岁 几个月前 被海地移民鲁莽驾车撞死 而这个肇事司机现在仍逍遥法外 这名女士说 在她母亲被杀的几个月前 她注意到这个社区的一些海地人 鲁莽驾驶并无视交通规则 不幸的是 这个小镇发生了 无数涉及海地人驾车的车祸 其他居民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 曾轰动一时的是 去年10月 当地一辆载有数十名儿童的校车 与一辆小型货车相撞 导致20多名儿童受伤 一名学生死亡 年仅11岁 这辆小型货车的司机 后来被确认是一名海地移民 今年早些时候 该人因此被判有过失杀人罪和车辆杀人罪 这一悲剧加剧了社区的紧张局势 海地人大量有路 造成的不只是交通事故频发 也造成了当地医院人满为患 他们还对这个小镇和克拉克县的初级保健提供者 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糟糕的是 海地移民犯罪后 很快就被释放 因为缺少口译员来做翻译 还有在学校 斯普林菲尔德有一所学校 可以容纳8000名学生 这几年一下增加了1600名非英语学生 造成教育资源匮乏 所以当地居民丹尼尔斯感到很沮丧 他缴纳的税钱都花在了一个 不是他们自己造成的问题上 当地居民试图抵制涌入的海地人 他们在最近的市议会会议上表达了愤怒 要求市政府就这一问题采取行动 28岁的安东尼·哈里斯说 我看到街上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看到你们坐在舒适的椅子里 穿着西装 我真的要求你们走出去做点什么 不过丹尼尔斯说 在居民寻求帮助时 一些城市领导人指责他们存在种族主义 丹尼尔斯反驳了这些说法 他认为这是文化差异而不是肤色差异 才是最近两个群体之间发生冲突的真正原因 最近斯布林·菲尔德的居民 就海地移民危机起草立分 罢免市议会全体议员的请愿书 他们想要从民主党官员手中 夺回市民的代表权 可是这上万名海地移民 是怎么被运送到斯布林·菲尔德这个小镇的呢? 丹尼尔斯说 本地居民都不知道 他和其他居民正在调查 并寻求有关情况会如何发展 他们想弄清楚 他们这个小镇如何成为这么多海地人的目标 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他们身上 谁来负责 这是怎么发生的 然后要追踪资金 不过丹尼尔斯承认 以他们有限的资源 很难弄清楚这些问题 9月12号 一名斯布林·菲尔德居民 在X上发布了一个视频 向大家朗读了 代表该地区的前州议员凯尔·科勒写的一封信 讲述了斯布林·菲尔德正在发生的事情 在一定程度上 这封信回答了丹尼尔斯的问题 科勒正在竞选州参议员 他说 在斯布林·菲尔德 有一家职业介绍所 一直在把海地移民引路改正 当海地人来到那里时 他们只签署了一份为业主工作的合同 他们不能直接在实际的公司找到工作 而是这个业主给他们安排 这个业主在斯布林·菲尔德地区 拥有大量的出租房产 过去每个单位的每月租金 为600至800美元 但现在按照每张床位来收费 标准是每张床位250美元 一个单位住10个人 这样业主的收入就增加了4倍 科勒呼吁人们清醒过来 并了解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 如果你不相信别人告诉你的事情 那么你为什么不去自己做研究呢 他提醒大家记住 如果你投票给哈里斯 那么你的社区接下来就会遇到这种情况 这就被称为故意破坏国家 因为我们不能以牺牲生活在这里的人民为代价 将其他国家的人纳入我们自己的国家 实际上 对你的社区做这种事的人 从中赚了很多钱 他们这样做 并不是因为耐心的善良 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引进新选民 并剥削非法移民 就像现代的奴隶劳工 信中还提到 这些海地移民按照他们签署的合同 是被业主拥有的 业主为他们安排工作 都是兼职工作 每天还要向他们收取25美元的来回通勤费 由于海地移民不懂英语 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契约仆人 信中说 海地移民是从2020年新冠大流行开始后 通过那家职业介绍所 陆陆续续作为难民来到斯布林菲尔德 到拜登哈里斯政府后 这些海地人的难民申请都得到了批准 联邦政府每月给他们发放 600至1600美元的现金借记卡 他们还可以享受 美国公民才享受的所有政府公共服务 科勒警告说 如果你认为南部边境开放 不会给你的城市带来混乱 犯罪和破坏 你就百分之百错了 如果哈里斯当选 站在斯布林菲尔德发生的情况 就将在你的城市发生 而且不会有回头路 好 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